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联圣我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894集的播出 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太极灵的感怀 我们世尊的诗歌 在写给大帝这个文章里面写的诗哦 爱是静不住的风 尘埃吹不散 尘埃也不归不应目中 随时孤月依旧的实力在夕阳中 爱是静不住的风 尘埃吹不散 尘埃也不归不应目中 随时孤月依旧的实力在夕阳中 尘埃吹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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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你太乱 就算是白发老公 偏影落下红 奥格勒格列嘴的沙 奥格勒格列嘴的沙 我们邀请网络的同门 一起来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 祝师尊师母与大家 新年快乐 爱是禁不住的风 将爱吹不散 这爱也不会无影无踪 随时过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爱是禁不住的风 正爱也吹不丧 这爱也不会无影无踪 随时过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一生也一定有陌路 事业也一定有容忽 甚至爱心了得 永远落在心中的飞鸿 谁说坚不断 谁说离开乱 就算是白发老 天鹰多下红 大飘 二零二一年七年 我们再来唱一次 太极灵的感怀 那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同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 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 爱是禁不住的风 正爱吹不散 正爱也不会无影无踪 随时过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爱是禁不住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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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爱吹不丧 正爱也不会无影无踪 随时过远 随时过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要 elasticity seams也不会有明川 撕域不住的風 暂时也不会有囡 恶愿和 EK websites yaz 借 случай you should live 永远落在心中的悲鸿 谁说坚固断 谁说离开乱 就算是白白老翁 天一落下后 洪可乐加难 吻咯乐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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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经不住的风 真爱吹不散 真爱也不悔不应不踪 随时苟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爱是经不住的风 真爱吹不散 真爱也不悔不应不踪 随时苟远 依旧的势力在夕阳中 依旧也一定有陌路 依旧也一定有容忽 真是爱极了的 永远落在心中的飞鸿 谁说天不断 谁说你还乱 就算是白发老公 便应落下红 咦 咦 咦 æ 风过了过了水里山 谢谢大家上来哦 看到上次唱歌很开心 我看到大家是很开心 过年了对不对 哇给一个掌声哦 好看看现场的同门 Azure New 林秀英万国会的功课 有没来哦 很开心对不对 单单对有黄兴瑞 韩佳人 John Doris 彩娟 林秀英 John Wood Azure New 哇 陈宁真 美媛莲花立东带哦 大姨们 你们昨天有去看档吗 Angel Amanda Lin 好 再来 Kelvin Ong 还有张平师姐 这个美媛莲花 许月音 张妙柔 Alan Wong 那许月音 哇 跳过来 Amy Young 王兴瑞 Wylan Go Amy Young 这个 先把上面的拉过来 哇 好 郑明达 Yomela Catty Branagh Edinson Yotuli 淡地带 黄专益 I Ning Jen 布施景师姐 好 那 Kepro Aki Gunni 那这个谁 陈寗宁 郑亚 曾和祥辰 淡地带 Ko Lily 让一个谁 Sherry Jill 我们的老朋友们 曾崇尧 美媛莲花 甘方丽 再来是这个 Munstir 上来了 好 再看看下面的 廖金层 Richard Jin Dong 曾银月 还有谁 Dan Tan Dio 新的一年 开始了 大家新年 有没有新计划 我们今天 新年 元旦 一月一日 的歌呢 这个 师尊文集 等一下会 跟大家介绍 天下第一龄 今天进入脑的题目 就是问大家 师尊书上 写的天下第一龄 到底是谁呢 好 我们先跟大家 报告健康的新闻 大家每天吃饭啊 那煮菜 或者外面吃 都会用油 大家知道 动物油 像牛油 猪油 不包括鱼油 牛油 猪油呢 它含有 饱和的脂肪酸 那会造成 胆固醇 或者反噬脂肪 容易造成 这个低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的增加 那增加了 这个罹患 中风 高血压 心脏病 第二型 糖尿病的风险 比较不适合 经常食用 除非你吃了之后 多喝水 然后呢 有时候吃一些 柠檬 不含糖的柠檬饮料 去油一下 去油的饮料 那植物油呢 比较不含 胆固醇 有助于 降你的血脂肪 那这个呢 民众常吃 听到那个 那个坚果 坚果跟鱼类 坚果像杏仁啊 夏威鱼豆啊 核桃啊 这些 哇 都是很好的油 里面有 Omega 3 还有Omega 6 那就是可以 帮助我们 国化大脑 调节免疫 但是呢 植物油 有一种呢 比较不鼓励 大家吃的 就是椰子油 它的脂肪 过高 除非有人 有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有 高的脂肪 油的量 才可以的哦 脂肪酸 它就比较高 然后呢 你用的是什么油 大豆沙拉油 葵花油 像我们家用的是葵花油 那这个葵花油 橄榄油 你在用的时候呢 这个要不要大火去炒 那个不大适合用大火去快炒 因为它的燃 燃烧的燃 燃灯杂质的燃 燃点比较低 所以呢 它这个到了 大概中火 小火 大火反而会 引起不好的 反正就是不适合大火去炒的 适合大火去炒的是什么 苦茶油 苦瓜的苦 然后茶叶的茶 苦茶油 大豆沙拉油 比较适合大火去快炒的 还有这个葡萄籽油 这个豆也不错哦 然后呢 这个橄榄油可以帮助降血脂肪 大豆油呢 里面有这个软磷脂哦 也是可以帮我们调整哦 好 苦茶油呢 我不知道在东南亚有没有 台湾就有很多苦茶油 不过听说很贵耶 一罐要八百到一千块台币耶 苦茶油有帮助于减少肝脏中的自由生机 自由基生成 避免细胞氧化 也可以抑制胃油门 螺旋感菌的生成 保护肠胃健康 橄榄油这个凉拌会比较好 比较好吃 然后呢 这个大家可以 这个我看看他有讲什么呢 这个油哦 你要除了油 也要放在这个清凉通风的地方 你不要那个油 放在很燥热的地方 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 阳光照射你家的油 那个油会比较容易变质哦 好 这个是关于我们的健康知识 今天的八百九十四集 金头脑提问 师尊讲 谁是天下低龄 好 来看哦 我们的金头脑活动 连续七次答对的人哦 从十二月二十四号到月底哦 有每年世界又每年来 学阴的东太 吴秀吉和翔腾 老亚伯 金华队 阿滴南乌 陈丽丝 林玉珍 Lisa Lin 王国会 秀吉 大家棒棒 bass 上一集同 даю文的留言 连正昌讲 佛心 自信 无二 无别 好 再来 Richard June讲 将来往生的时候 自信中的 哼似 融入 本尊的哼似 昨天有 最好介绍到 法中法 如何5 入 我 入 对不对 我入 的时候呢 自己的哼 要升到 顶峭 跟着 本尊 師尊 或者祖尊的荣融入进去 以后可以修正的话 谁就可以自主往生了 Amy Young讲说 上师每次唱 有时喜欢林宇 这首歌很喜欢 被同门点歌了 等一下如果你们想要点 《师尊文集》的诗歌 我的平板上有的话都可以给你 再来就是干风力讲 说早上七点梦到 在家里有一对夫妇求过一师尊 帮他们灌顶 梦到灌顶的 然后上一集 听头脑的留言是什么 入我的第二步成就是什么 入我我入 刚开始你要拿师尊的发现 然后常常看 看到一闭上眼就观想到师尊 第二步 就是你的眼耳鼻子的生意 都要跟师尊合一 然后甚至三十二项 师尊的三十二项 八十行好 本尊的项都跟自己了了分明的 这个就是上一集的 金头脑答案 那谁是天下第一 我看看又同门 今天这个过年 好多人 吴文发 宇文发 金发 金发 对不对 还有 美年诗节 张化二龄 林毕荣诗节 谢谢 Juspin Yen 有梅来的功课 还有甘峰丽 郭一峰 那个Shark Jackie 新加坡的 哇 John Chen 我最喜欢贴你的图贴了 贴得很好 继续贴 汪明珠 医保的俊雄 许会与谢宇 Kerry Namstay 文巴 小莲花 林玉琛的功课 Alan Wong 在忙着帮同门 生气发财工具 你很热心 那师尊有开示 这个 今年的这个招财 要用到吉祥草 详细资料可以看官网 小莲花 怡倩 你好 欢迎你来 那祝大家开心的 大家新年快乐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天下第一林 这个 哇 这本书都对 后面呢 后面有雪山舞天女 其中的诗人天女 哇 这么漂亮 我们师尊画的诗人天女 故事的诗人爱的人 诗人天女 我们赶快来看 这个天下第一林 我们师尊写什么 他呢 特别介绍 雕池金女 金 金 等一下 我这个怎么一直 好 那师尊讲到说 在那一年 我们师尊到了 这个台中的玉皇宫 那得到 你们有听到 那个耳机里面 好像有点杂讯 你们有听到吗 还是 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不然的话我就要调整了 大家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音效怎么样 哇 视频也上来了 江瑞文 我们稍微等一下 还有这个谁啊 H6的功课 佩文 Lisa Lin 今天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是怎么样 有点卡卡的 好 很怕那个音响发生问题 师尊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大概二十几岁吧 大概如果没记错 大概二十六吧 有杂音 今天有杂音 哇 当烧人说有杂音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我就给他调一调 可能天气的关系 台湾这个 目前还在 有点寒流 但是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冷了 你这个 这个我又不敢乱动 现在没有了吧 一点点 有 有 哇 那怎么办 不要哭了 没有杂音了 可能会小小的 哇 那反正师尊呢 在台中玉皇宫得到了 瑶池金木 瑶池金木的开天眼 开天耳师尊就 变成了通灵人 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有一次师尊坐火车 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坐火车 还是年轻的时候呢 他想要 我们师尊呢 想要测试 然后测试说 他自己的通灵的程度 跟能力怎么样 他旁边坐着一个人 他就闭上眼睛 精神统一 然后呢 坐在旁边的 那个陌生人 都是不认识的 实际就通灵 通灵完了之后呢 拿出一张纸 跟一张笔 然后写下了几行字 得必的那个人 姓洪 洪水的洪 然后呢 家中排行老三 是政治大学毕业的 然后呢 师尊写完之后 就直接告诉隔壁的人 那个隔壁的人 看到哇 师尊居然知道 他姓洪 洪水的洪 家中排行老三 然后 那个又是政治大学毕业 他真的是 吓了一大跳 从来都不认识 你叫侦探社的来算 也没有那么滚 也没有那么快 他很惊讶地问 你是谁 你如何认得我 师尊没有回答他 只访问他 这个准吗 这是我的神算 他回答 有够准的 哇 师尊告诉他 我是通灵的人 我是在 正在实验 我自己通灵的程度 这位陌生人呢 他会不会生气 他一点都不生气 他说他确实是姓洪 那家里排行老三 确实是 这个在 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 他接着又请问师尊 那我家有什么特别 马上考试哦 如果说这个是事先准备的 那现场考试 能够马上回答得出来吗 师尊于是闭目养神 精神统一 马上跟他讲 你家养了一只鹦鹉 他吓得从椅子上 叮就跳起来 还有呢 嘿 家里的有神位 家中的主神 就是法主公 他吓了一跳 他告诉师尊 他原来并不大相信有神 嘿 但是呢 这个家里面的神位 是他的太太 每天在拜的 那他跟师尊这样对话之后 从此也改变了这些信仰 以前不相信神的这个观念 也确实改了 他认为不可思议 他自言自语 火车对号入座 两个人从来都不认识 只是坐在一起 隔壁的卢师尊 竟然知道他所有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 他告诉卢师尊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一定拜访师尊 尊说 这也是我的第一高龄 谁告诉师尊的 遥迟基姆 你看 我这个封面 后面的堂卡祖尊 遥迟基姆 大天尊 告诉师尊的 那遥迟基姆 让师尊非常的灵感 准准准 彼此为胜利 这一尊奖 他这一身中 最推崇尊尊 最尊重的就是 遥迟基姆 他是天下第一名 哇 真的很高兴啊 各位同盟哦 所以呢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这个你们可能也会找 什么某某人通灵啊 有时候是某某法师通灵 有时候是谁通灵 谁通灵 对不对 中内的中外都有 那通灵的人 要不要相信 我们师尊讲 有90%以上 大部分都是通 通 鬼 哇 你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通的什么 你没有办法 像说师尊 马上就应验 有的人讲 你后面跟着几个鬼 跟着几个铃 跟着谁 跟着谁 哇 无从考证 对不对 如果下次再有人跟你讲 他通灵很准 那你就问他 我家里有 我家里的进门 左边放什么东西 右边放什么东西 我的口袋有什么东西 问他一点 让他 能不能像师尊一样 那么准的 对不对 有人考验师尊 这个通灵 对不对 有人直接问 那个魏清平 直接问 我口袋有多少钱 你如果算得出来 我就归一 我就相信 如果算不出来 你从此不可以问世 结果那次的通灵 是好像城隍菩萨 这样师尊这个通 结果一算 哇 果然 非常的准 那对方只好相信 所以有个通灵 他讲那种很虚幻不实的 你的过去是怎么样 你的未来是怎么样 你的后面有什么灵 你未来又怎么样怎么样 没办法 马上立刻应验 可是我们师尊的通灵 是可以马上应验 对不对 这个看功力就知道 以前说问这个东西 放什么的时候 哇很多人大概都听听 大概都听听就好 Menguan Ling Richard Jean 陈宁珍 世尊的背后灵 是天下第一灵 你杀你 很多人都想要问未来的 或者背后 或者前世的 马上考验他通灵 准不准 马上就测验了 就知道了 不过你们也不要 没事去找人家单挑 对不对 所以世尊讲 姚慈姬姬姬第一灵 我们今天特别来奉请 姚慈姬姬姬大天灵 我们唱他的圣号金灵 我们要讲这一部天下第一灵 祈请姚慈姬姬姬降临 芬慎慈姬大天灵 芬芬姬大天灵 祈请姬大天灵 芬芬姬大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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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芬豪 芬芬姬大尝 芬芬姬大天灵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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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有什么愿望 我帮你达成 世尊的意识想不起来 随口就讲 我只要呢 希望我的工作 就都在台中 台湾的这个中部 台中 你家里又进 小子金母节 好 结果呢 怎么样 小子金母 对不起 这个卡到 结果世尊的工作单位 居然就在台中 南门 南门桥5802 测量连 还有台中制图场 世尊是测量学校 第32期毕业 等于是中正理工学院 第28期毕业 世尊均校在大学部 毕业之后 不一十年 全部都在台中 正如姚子金母 答应我们师尊的 姚子金母讲的 非常的准 然后呢 师尊又过了几年 38岁的时候 师尊要移民美国 为什么 姚子金母讲 去美国 弘法全世界 哇 师尊 师母 佛亲 佛琪 听姚子金母的话 你看哦 师尊呢 他说英文也不怎么样 姚子金母 一句话 师尊呢 没有怀疑 就去了 四个人 四个包袱 连行李都没有 就大上了美国 果然 弘法 全世界 五大洲 姚子金母 讲的 非常的准 56岁 姚子金母 又告诉 师尊 你有一个 法难 有个灾难哦 那你要 闭关 七年 哇 那么呢 还告诉 师尊 暂时要去 大西地 那回台湾 去找 许师兄 就是现在的 连几上司 那赶快 搬家 姚子金母 还告诉 师尊 这三大要点 非常非常的 重要哦 声东 即西 让贵方 找不到 师尊 师尊 太出名了 有人 就是要陷害 师尊 害师尊 那这个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对不对 人家要害 师尊 害不到 就是姚子金母 特别 指点 师尊 声东 即西 告诉大家 师尊在大西地 养猪 还在大西地 那个 卖猪的那边 对不对 养猪的那边 师尊穿个 那个 夏威夷装的 对不对 拍个照片 那个时候 大家还记得 很多人都说 哇 希望以后当猪 给师尊养 对不对 啊 我们真佛地址 很可爱 对不对 有弟子呢 特别去大西地 找师尊 其实呢 当初是姚池基姆 告诉师尊 要深东 及西了 然后呢 那时候 那个许师兄 刚好 没有什么职业 是个浪人 可以照顾师尊 再来的 美国搬家 对方也找不到 师尊 那时候 本来师尊 是在美国的 那一时隐居之后 对方要害 竟然害不到师尊 后来证明 对方找不到 师尊的家 在美国的家 去美国大西地 竟然也找不到 我们的师尊 其实师尊 只是虚晃一招 其实师尊呢 到台湾来闭关 师尊来台湾闭关 台湾几年 风调雨顺 竟然没有台风 小子姓母讲的很准 对不对 那那个 许师兄 现在的年级上师 当年照顾了师尊 三年半 那所以也是功德很大 所以呢 后来到六十六岁 十年前 小子姓母讲 你六十六岁 可以回来了 师尊就 这个正式的出现 听说 我是听说 就是有人要结婚 然后师尊好像出现 在这个结婚的 这个喜宴上 然后呢 虽然说 不要讲出去 不过呢 某某洪华人员 竟然就给他讲出去了 这个叫他不讲 也是很难 把他讲出去 到底是功德 还是不是功德 好像不可以讲出去 不过那个人 还是讲出去 后来就 哇 全世界都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谁写 师尊在台湾 闭关 Kelibran 回答问题 在台湾没有台宫 好 所以呢 反正呢 师尊 就是竟然听他本尊的话 这句话 如雷贯耳 师尊在法座上 讲了很多次 天啊 师尊 六十六岁那一年 因为特别的缘故 那决定回台湾 宏法 冬天 那师尊呢 就在台湾 夏天呢 就在西雅图 如此生活 竟然一过就十年了 那现在是新冠肺炎期间 对不对 所以呢 师尊 哇 已经 应该一年没有回台湾了 我是大概 二零一二年吧 归队 成为适者团 也很荣幸哦 那个 不是师尊 也有七八年 对不对 赚到了 那到 现在师尊还是 把我跟几位 那个红绑人员 当做适者 不管我们 有没有亲近师尊 在西雅图 师尊还是很想念 想念我们 我们还是很想念师尊 师尊是一个 非常念旧的人 还会记得我 开始的时候 还会讲 贵君 曾爱之 我最近是瘦了 六公斤半 最近瘦了六公斤半 请不要去 请不要告诉师尊 我想你们一定会讲 好了 反正呢 我还会继续保持 因为已经 已经习惯 那个 168的断食 昨天有人问说 这样子上司你会不会饿啊 胃会不会坏掉啊 我告诉你 你吃胖的时候 为什么不会觉得胃会坏掉呢 你每天吃那么多 都没有想到你的胃跟肠会坏掉呢 你大吃大鱼大肉 你为什么没有讲 想说你的胰岛素会坏掉 你的胆固醇血管会坏掉呢 吃少了就会坏掉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人性的心理 原来我们人的人体 他会配合我们的日常饮食 刚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 对不对 在不适应的时候 我会吃几颗花针 那个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除非你是那种低血糖 血糖很低的 或者糖尿病很严重 那个血糖真的很低的 那就不适合 或者说 也可以喂一下你的营养之衣食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是重新启动你的精神代谢 那个星辰代谢 对不对 心仪还有后面师尊不再实建立 真正活摩塔后 台风也没有进来台湾 对啊 对不对 168钻石真的很好 就吃大概七分饱 168钻石 就是16个小时不要吃东西 晚上吃完之后 你六点吃 到第二天的十点 还可以吃 中间肚子饿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吃 五六颗花生米 就饱了 可以少少吃一点点 让它胃酸不要那么大 但是呢 碳水化合物的糖 尽量少 少之又少 等于两份青菜 一份蛋白质 跟一份的 那个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淀粉 淀粉类啊米啊 饭啊 更可以 那个可以 我告诉你 让你的身体赶快 新陈代谢 那那个亮广年花 陈乔峰 林围展 但是如果贫血的人 就比较不住 就贫血的 或者血压比较低的 他太瘦的 你的小腿 腿的那个 腿的那个 圆周 凉起来低于三十的就不要 因为太瘦了 飞鸣 美鳳 还有 郭恩 干风力 当年也是想去大市地 香港旅行团 十月银 红燕 Cally Brown 红燕 念了 还有 又是金花帝 我大概回答问题了 吴家宝 书记转 师庭 吴家宝 书记转 办理院 文理 他可以上来了 吃太小 胃 可能胃会 我们的胃 其实是正常 是你把它 增大了 你知道吗 你没有吃那么多 你把胃增大了 那你吃小一点 他会 适应你 你除非说 那个 你 其实还有算几公斤 然后要吃多少 所以 现在的 医生 专科医生 已经出来讲 你说 早餐不吃 没有营养 以前都告诉你 现在的专科的医生 比如说宋燕仁医师 他讲 人体两班就够了 那个是医生讲的 还有 有医生出来讲 早餐不一定要 所以现在有两派说法 一个是要吃早餐 一个是不要吃早餐 两个都对 看你身体的体质 不过呢 你吃太少会饿 我告诉你 绝对是你以前 吃太沉 太胖了 吃太多了 所以呢 你吃东西 之前你问自己 真的有那么饿吗 那有时候是因为压力 有的人好像上班 然后有一些业绩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然后呢 会有压力荷尔蒙 在大脑里面会讯息告诉你 你要挤压挤压 然后你就 就吃东西 那晚上呢 就会吃泡面 对吧 对不对 你的肠胃 其实是被你自己撑大了 所以呢 你觉得你吃不够 你下次试试看哦 你吃七分饱看看 然后呢 吃七分饱或六分饱 一段时间 你的肠胃也就适应了 那刚开始呢 在过渡时期 你因为已经撑大了 你一下子要缩小 你的肠胃会不习惯 这中间加一点点 比如说喝一几口的牛奶 或加几个花生米 但是不要吃甜的 吃甜的 像那个营养师跟医生 已经讲了 你吃甜的 特别容易饥饿 会吃不停 你的大脑呢 有个发炎细胞 有个细胞叫做发炎 让它发炎的细胞 会有讯息告诉你 吃 会让你一直吃 我现在讲的都是 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 专科的医生 营养师的医生 还有营养科的 他们出来讲的 有一个节目叫做健康2.0 你也可以看 那有个医生叫宋燕仁医师 在苏田诊所 然后他也是阳明医学大学的教授 他呢也出来讲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生 人出来讲 早餐不一定要吃 你去搜寻早餐 不吃早餐 吃早餐 两派的说法 两派都讲很重要 我告诉你 看你的身体的适应的能力 比如说你是一个做工的人 白饭是碳水化合物 那高升糖 高升糖指数的淀粉类 是糖 吃了话 你的胰岛素会动荡 身体的血糖会动荡 尤其白天上班的时候吃白饭 中午吃很多的白饭 你要先吃 一下子你就会想睡觉 你真的要吃白饭 先吃半碗 你先慢慢吃 你先吃半碗 最好是吃糙米 它比较有纤维质 那么呢 先吃蔬菜 吃蛋白质的肉类 最后再吃白饭 对不对 那你的血糖 比较不会升那么高 淀粉类现在很精致 对不对 方程功课 淀粉类的不能吃太多 像米 白米 面包 好吃的 都是精致的 泡面也是 对不对 包存让你胆固存升高 血糖升高 而且你除非你是那种劳工的 就是工人 做很多力气的 需要用到那么大的热量 能量 那你白饭就吃多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运动那么大 你吃了那么大的热量能量呢 它变成糖 它变成脂肪 储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以后你就有一圈游泳圈 你就不要怪 所以 蔡金龙 鸿燕 何香腾 有的通门就想说 所以呢 吃东西都是自己吃来的 不要怪别人 肠胃 其实它是你的肠胃 其实很有弹性的 吃红糙米可以 所以你看我爸爸 我老爸 他胃癌 然后胃被切了大概三分之二 照理讲是没有办法吃东西 我老爸三餐正常吃 你就知道 你胃已经很小了 可是 你正常吃呢 他当然也是吃的量比较小 但是呢 你的身体是 这个肠胃 它有伸缩性的 你吃的多 它就大得多 吃的少 它就大得少 除非你营养不良 什么叫营养不良 专门吃青菜 然后不吃肉 或者专门吃肉 不吃青菜 那个营养失衡 你还是要有什么 维生素的 矿物质的 蛋白质的 也是要均衡 然后呢 淀粉类 糖类的 是维持你热量的 一点点就好 大概一个拳头 大概一个人 一个拳头就好 工作时间很小 十百米饭 那很好 你真的要吃淀粉类的 面呢 你可以吃蕎麦面 那蕎麦面 那米粉是 比较中GI的 所以GI两个字 就是升糖指数 吃了会让你血糖 马上上升 动荡 而且是高能量 高热能的 然后你运动不够 它热能转化成糖 转化成脂肪 脂肪收在你的脂肪肝 以后就肝发炎 你要这样嘛 心里说 这阵子吃的比较多 笑怎样人家吃东西 后来一阵子一到笑 就想吃东西 变成说你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淀粉类的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就是说转化成糖的食物 像淀粉类的也是 米饭面 还有水果也是甜的 还是甜的 都是要饭后才吃的 这个你吃太多 它就会让你想继续吃 而且吃不停 糖类的 还有碳水化合物的 还有像饼干 为什么一直吃 一直吃 那个都是让你吃不停的 大脑会自动有一个讯息 让你说我要吃 我要吃 我还没有吃饱 还没有吃饱 它是骗你的 其实你早就饱了 这个呢 都是我看最近的那个医生 营养师出来讲的 我希望大家有空 你们除了修吧 祈求健康 可是呢 你们也要有一些 营养医学的知识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 没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帮你报告 或者你有问 问我问题 我也可以帮你们找资料哦 杨德乎 还有哈丹佑 那那个 父师姐父妈妈 罗子妹 许魏玉 好 那个 其他同盟 家人多以白米分操饭 来煮食 还有我告诉你 白饭跟稀饭 对不对 就是白饭给它煮成稀饭 哪一个生基埃值比较高 我告诉你 稀饭 因为稀饭你把它弄成稀了之后 胃肠吸收 更快 你们香港人 广东人 喜欢吃广东粥 死定啦 但是呢 有一种叫做抗性淀粉 白饭你拿去冰 那它比较凉 对不对 冰了之后 它会形成一种结晶 它就是抗性淀粉 它生基埃值比较没有那么高 有时候是凉凉的吃 没有那么高 好 是啊 这真的很重要 我这阵子 真的因为人家请又不好意思拒绝 胖了一些 肠胃不大好 所以呢 对 你没有把肠胃吃撑吗 你知道你肠胃已经撑到多大吗 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 它说我们游泳圈有一层 你捏一下肚子 会有一层 对不对 那你捏一下 比如说有这么厚 你的游泳圈 你的腰部的坠肉有这么厚 一凉超过四公分 就有心血管的风险了 哇 腰尾不能到于八十 八十公分 都有 但是呢 太瘦好吗 也是不好 比如说小腿 小腿呢 一凉少于三十公分 就是肌少症 肌肉 比较少的症 那这个也会不值疏松 所以呢 这个营养不够 也是不行的 所以最好调到中等的咯 好 我们再来继续介绍 哇 讲到健康讯息 好 所以呢 这个 脚尺肌母呢 就是在师尊闭关之后 闭关几年之后呢 姚子肌母跟师尊讲 你六十六岁可以回来了 师尊真的是回来了 回来了 真的没有事情了 没有什么事发生 也是非常的好 一到台湾就是 一出关 就半年 比如说十一月中到台湾 十一月中到五月 在台湾 剩下半年在西雅图 这样子也连续了十年了 好 那所以原来 姚子肌母要师尊把台湾雷杖寺建立的完完整整的 师尊在闭关期间 对不对 台湾雷杖寺也是一度经营的蛮辛苦困苦的 师尊一回来 哇 台湾雷杖寺就 人潮汹涌 竟然每个礼拜六超过万人的大法会 一般寺庙万人的 除非他一年 一年一度的圣庙 这个圣典啊 对不对 他们的庆典才会这样 可是你看 我们师尊是每个礼拜六 好像庙在做生日一样 每个礼拜六 哇 这个春秋季 那个什么 这个秋季大法会 春季大法会 顺势多达四五万人 人太多了 人潮太多了 看哦 所以姚子肌母讲的很准 然后呢 在76岁这一年 姚子肌母讲 师尊 对不对 在讲什么 2020年是大动乱的这一年 然后呢 会有大瘟疫爆炸 超级大细菌 就是现在的新冠肺炎 已经一周年了 好 还有饥荒 蝗虫过境 对不对 还有战争 经济只剩 20分 那要是金木奖的多准 今年还有 还有在测吗 好像是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在测 有谁知道的 偷偷告诉我 2021年怎么样了 结果呢 真的是新冠肺炎 骗起全世界 广州铺天 带地 而来 经济百业 萧条 这边讲20分 还是好 失业 其实呢 是0分 其实姚子肌母讲 是0分 是不是给他加20分 失业人口爆增 而战争也正在面临 好 姚子肌母讲的神准 他是天下第一名 哇 感谢姚子肌母 节目中间呢 我们来请佛注释 请根本传承 愿师尊 常驻世间 常转法轮 音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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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钱 还要爱名 还要爱力 他讲他通灵 通的灵呢 你自己就要自己用智慧去判断了 最好是不要追神通 不追人家通灵的 那 所以你看师尊的那个通灵 真的是非常的神准 对不对 还有呢 明天呢 今天是星期五 对不对 明天念旧亲瑜伽 我们要请一尊财神 大家最喜欢的 欢喜天王红财神 记得来哦 晚上九点三十分 好 那也欢迎大家 如果要加入我会员的话 在我的脸书上方 有一个那个 小人的像 然后按进去按最终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在第三篇 姚叔基姆说 师尊是脸花 从此这篇文章 要是基姆对师尊节啊 卡子 卡子两个字是师尊的乳名 就是日文的名字叫卡子 卡子 你是佛骨 骨头的骨 像我们是那个 也不知道什么骨啦 我都会人骨 师尊是佛的骨头 佛骨 卡子 你是莲花 从此 哇 卡子是日本丁 就是胜利的圣 因为师尊的名字 圣 这个字哦 那师尊永远记得 非常的老哦 姚子基姆讲 师尊是莲花童子 那时候师尊呢 飞行在虚空中 然后呢 师尊讲说 他去姚子基姆的 那个仙境里面 他双眼看到 姚子基姆前面有刚风 这个昆仁山顶 干风之上 这个刚风呢 这个好像风刀一样 风力不够的上去 会被砍成肉 这样掉下来 对不对 哇 金石都黄金耶 铁石都会分 作也没有人可以到达 还有弱水三千 连鹅毛都扶不起来的 哇 世俗的人 境界不够 一般的小神仙 也没办法到 这个是姚子基姆的先进哦 那姚子基姆呢 让师尊 VIP 不是坐飞机 坐 他这个坐骑啊 青鸾 青色的青 无鸾的鸾 是种圣的鸟 人圣的鸟 哇 青鸾呢 是姚子基姆的 哇 VIP坐骑 让师尊去坐哦 有幼鸾 少鸾相伴 在落水之上 在干风之上 对师尊能够到达 姚子星母的先进哦 那于是师尊就记住了 他就是莲花童子 你看看哦 师尊当初在弘法 在启蒙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前世 是莲花童子 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 对不对 连佛教的 道教的都没有听过的 然后呢 那个突然有人讲 自己的前世 是莲花童子哦 被一片宗教界踏打 被人家要打得死死的 你看师尊道心多坚固 也是姚子基姆 天下第一令 让师尊一直坚持 一直很坚信 道心坚固 师尊讲 他是天下第一 道心坚固 所以呢 哇 师尊曾经问 姚子基姆 莲花童子是谁呢 姚子基姆讲 日后 以后 你就知道了 那师尊要问 姚子基姆 那我怎么知道 莲花童子的根源呢 姚子基姆讲 人间就优乐 后来师尊才发现 真的呢 敦煌石窟 中国大陆的敦煌石窟 就有很多的莲花童子哦 然后呢 像那个 东王宫 西王母 还有莲花童子 三者 并定 包括 如果没记错的话 师尊在密教大圆满 这本书哦 阿达尔玛伯 曾经变成 莲花童子 也是莲花童子 瑟利伯 是莲花童子 莲花生 大师 莲花童子 也是莲花童子 黄教祖师哦 宗塔巴大师 也是莲花童子 卢师尊 当然 正是莲花童子 在中国 隋唐时代 有童子的歌谣 所以这个歌谣 是很长的 那师尊就是 每次都拿一段 这是我每次念 周经瑜伽的时候呢 带大家念的这一段哦 莲花童子 你看这个人是 隋唐时代流传的歌谣 哪里没有莲花童子呢 是他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你看不到细菌 就不能讲没有细菌 你看不到病毒 就不能讲没有病毒 看不到莲花童子 就不能讲莲花童子 现在的人都是 睁眼说瞎话 对不对 哇 心仪讲 莲花 姚慈基姆 天下第一灵 那你遇到最难关的时候 梦到 梦到什么 梦到师尊 带到基姆面前 感谢师尊基姆 那也就是跟姚慈基姆 很有缘分的 其实这么种地址 很多都跟姚慈基姆 很有缘的哦 好 阿编宁也在观看了 好 所以呢 师尊终于到姚慈先进 姚慈基姆 他家是怎么样 哇 玉座的千里大城 这个城呢 一千里 我们知道万里长城 大概 可是一个家就一千里 那你看也很大 对不对 千里的大城 有玉楼 玉座的楼有十二个 那他的居住的地方 有美的玉标城的 金银地头 就从宫殿 宫殿外又有黄金的围墙 如果呢 我听说那个美国 要跟墨西哥中间盖一个围墙 如果这个围墙是黄金的 哇 马上半天又被人家挖走了 对不对 吊子金母他家 这张哇 外面的围墙 黄金的围墙 还有男神 那个男的神仙就坐在右边 女的神仙就坐在左边 我是在想 这个金母的境界 为什么还有分那个男的跟女的 有些神仙境界 他们是有的 那像那个有的境界是没有分的 是特别显现的还是怎么样 是显现阴阳之理还是怎么样 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他的道理了 神仙们看到卢师尊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但是师尊一个也不认识 那是因为师尊那时候 智慧还没有开的缘故 但是呢 这些神仙都叫师尊小教主 少主 那师尊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的神仙都叫师尊小教主 少主呢 但是师尊日后修行了 他就明白了 好 就是这一篇 都对 今天就介绍了三篇 天下第一陵哦 再看看还有没有他们留言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 我们就要一起来跟师尊唱阿弥陀佛了 Yotuli Monsi也上来了 Chinistian 好 那么呢 我看过也十点三十三分了 明天大家还是放假的对 好 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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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感谢师尊 感谢姚子姊姆 感谢阿弥陀佛 感谢前来的读尊 也感谢大家的利灵哦 明天记住哦 还有念授经瑜伽 九点三十分晚上 我们要来 齐请偷才神 过年希望大家都发大财 今天介绍了三篇的文章 序文 天下第一陵 我们的腰直积木 原来师尊刚开始在 问世的时候 他就在火车上做实验 算了他隔壁的那个人 结果叫什么名字 哪个学校毕业他家 有什么宠物 有什么主神 都知道 改变了那个人的观念 然后第二篇人生小记事 师尊在一生的路途上 那什么时候该退隐 什么时候该避开灾难 都是姚子积木 叫师尊什么时候闭关 什么时候出关 然后姚子积木指出师尊的前世 带他去姚子先进 带他去看他自己的过去世 还有好多的感应 在下个礼拜一 都是会直播晚上九点三十分 开始我们还是会为大家介绍 天下第一铃 还有什么故事 真的好好看 姚子积木在你生病的时候 来到你病床 干光力 来给你加持 你梦事 对不对 好 那谢谢大家 给师尊救命 爱师尊 好 今天晚上九点三十分 念旧经瑜伽 我们空中再会 晚安 给大家 妈妈答 大家晚安 七年快乐 师尊师母大家 Happy New Year